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去的时候那是我第一剪裁是第一份工作 我从来没做过 他们当然我排气性很强 三朵镜头什么都来 甚至有人拿棍子要打我什么的 那时候就会想到说我怎么 人对人怎么去接触 我的相机怎么去面对人 一位生两位生我都常去 那后来我才会想说 我带着我拍的那个视频 叫他们给我找个地方去放 放在那边给他们看 就放一个说我这一天帮你们拍了 我就是拍这种东西 我用这种方式让我走近他们 当初是接到读者投书说 有一个老人很可怜被关到很久了很久了 我们就看到一个农人在那边做事 我们说那有一个叫做买猪生 被关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 他竟然说那就是弯把啊 可是那个年代最简单就是 精神没有办法出去就把它关起来 那我想说相机进去才拍得到他 那我怕说我相机进去 他把我抢去怎么办 然后我就进去 这个洞我进去 可是我说我还是要拍看看 我就进去 既然没事 那个缝就是只有他才可以看到那个 外面的视野 就还另外剩下那个缝 还可以看到天看到地 他就有时候他会爬在那里看 你来没有问题啦 你来我就把你房子都找好了 摩托车也找好了 那我带你去晃一晃 你就自己摩托车起着 你就去绕 去跟人家聊天 那你才知道要做什么 我只能跟你讲 就是这样就有东西 然后我就起去去 我就拍了大铁铁铁 那就在日隔在西班 后来拍到一个他们在那里 住在那个工具间 有一天晚上 就是我在那里拍了 还没有几个晚上 就拍他们 有一天晚上他们收工了 那团体在照顾孙子 那种话 那感觉很棒 我就很喜欢那种话 我就问他说 你说我们就是都像流浪的地方 住就住啊 我说那你们 跟他们聊天 你才知道说他们出发 看他们的车 一共他们都是坐这一台车 这两台车出门的 所有的东西就是这两台 我说那好啦 我说你们什么厨 打电话跟我讲 那我下棋跟你们会 那一趟就拍了 感觉还不错的照 包括他们挤在一堆 我就跟他们挤在一起 那冬天大家挤在一起 那个是 就是一个人贴一个人 这样子 拍到那种感觉 我就觉得说 那是歌仔西班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的一张照片 那个东西都可以看得到 那是一个 他们那个戏的箱子 他们躺在那一边 小孩子啊 睡着 累的睡着啊 什么 我今天那个对我来讲 我报导摄影的历程里面 那时间对我太重要了 是我人生的意外 而且是一个收获 你拍什么议题都可以 你去关注他嘛 不要放弃啊 这个议题可能很多年以后 会有一个很好的回想 但是就不是 我不会在一起 在一起 发现 才数捐 你 在一起